本次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 首先是月光书房 为大家介绍新进出版的图书 以及接下来一周的活动及影讯 然后呢 子爷书社 我们继续为大家介绍 李尔的短篇小说 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一篇 叫做秩序的调换 为什么要介绍这样的一篇短篇小说呢 我们有特别的一个想法 就是中秋刚过 其实啊 每到传统节日 不管这个传统节日的主题本身是什么 每到传统节日 我们都会想到同一件事情 那就是合家团圆 好像所有的节日都是团圆的节日 而中秋更是团圆的节日 说到合家团圆呢 有些家庭问题 可能就在这个背景之下 有所显现 正好这个秩序的调换 是讲一个家庭的秩序的小说 我们不妨一起来一读 也许一听之下 你会忍不住要笑一笑 不过笑完以后呢 我们希望更多的朋友 跟我们一起来 交换一下我们彼此的回味 音乐之后让我们的节目正式开始 首先我们进入月光书房 欢迎光临月光书房 今天我们月光书房的成员也团圆 介绍一下各位嘉宾 浦韵 苏月宁 书一辽 各位晚上好 晚上好 晚上好 月光书房 接下来我们请苏月宁 给大家介绍新进出版的图书 这本书我已经在手里过了一过 真是一本奇异的书 我这次想给大家介绍的一本书 名字叫一个一个人 这本书的名字也挺有意思的 买来这本书呢 是因为它的装真设计 我记得上一次 我们在子爷书舍栏目当中 也专门介绍过一本 也是朱银春设计的 非常有特色的一本书 饶平如的那个我们的故事 我们的故事 对 平如美堂 我俩的故事 我俩的故事 然后这本书呢 也一样是来自朱银春老师的设计 是非常有特色的 这本书拿在手上 简直的就像是一本旧书 而且它里头 它用的纸张也好 它里头的这种 就它的插页啊 就会让你觉得 这里头的插图 就是有的时候你会觉得 就是好像是 真的是里面夹着什么东西 比如说一个纸贺啊 一张发票啊 你就会有那种伸出手 想把它抚平 然后甚至想把它拿下来 看一看的那种感觉 最刺激人的是 它里头还有像铅笔的 乱画的那种痕迹 有的时候是红笔 在那儿好像是 着重符号一样 画上两笔 有的时候是铅笔的那种 打记号啊 对 它还有一些蓝色的 比如说写着买书 书名 然后多少多少钱 这样像是那种 随手记那样的感觉 其实它算是那种 总之这本书 在入手以后的第一感觉就是 就书摊里品项很糟糕的 那种小人书那种感觉 这个品项糟糕到什么程度呢 如果收音机旁的 你也曾在孔夫子逃货的话 这个东西大概三品吧 三成品项 对对对 它的封面看上去是破的 看上去它是没有封面的 就是里面的那个 外面张皮已经掉了 那种感觉 然后你去摸一下呢 好 还好 是平滑的 是平滑的 对 然后它的一个封面呢 还是我们知道 就一个著名的古琴家 陈公亮老师的题字 哦 对 所以我觉得就是 我当时拿 我当时是在网上看到这本书 大家都 因为这个书好像是在德国得奖了 因为它的装真设计 因为它的装真设计 对 因为每年朱英春老师 好像都是会去参评 世界最美的书嘛 这本书好像也是得奖的 所以我就买来看了 买来看了之后 我觉得这本书 非常值得推荐给 怎么说呢 那个年代走来的人 还有一种人 就是说 我们现在不是说是快读时代吗 它的每一篇都非常非常短 就是比如说 你在医院排队 或者是什么时候 你就可以看完 就是就可以看完六七篇 这样的感觉 因为它每一篇可能就 三四页 或者四五页 最长的大概也不超过六页 这样的 就三张纸 但是它的字不多的 就是每一页 不是密密麻麻的字 对的对的 所以它就读起来是非常快的 那么而且它也不是长篇的 它所谓的一个一个人 就是作者 这个作者是一个七零年生人的人 一个传记文学的作者 那么它就是把它从小到大遇到的 让它记忆非常深刻的 一个一个人 可以说是非常贴地气的那些个 它接触过的人 因为作者也当过一段时间的记者 所以说它接触过的人是 可以说是反映了众生百态这样的 那我觉得这个书呢 它分整个的这个书 给我的读下来的感觉 它是分两个部分 前一个部分是写它 小时候在农村的生活 这个跟我的期待有一点不同 我呢是作为一个城里长大的小孩 我希望能够读到一些农村的那些 小孩的那些童趣啊 天真啊 但是我觉得读前面半段的时候 觉得就只有一个字 就是苦 苦太苦了 有一个小故事可以代表前半段的基调 这个故事是这样的 说这个主人公从小跟其他的 这个我 就是这个作者 跟其他的农村的小孩有些不一样 他最大的爱好是喜欢看小孩书 小人书就是那种连环画 那么当时好像是几分钱一本 在那个年代是 也算是比较昂贵的 那么他为了收集小人书呢 他就做了能做的所有 当时田里能够干的所有的活 甚至他去捡牙膏 捡来牙膏去卖给那些个修锅 锅酱他就可以用来补那种铝的碗嘛 然后他到了五年级快毕业的时候 竟然他已经搜集到了一百本小人书 这在当时在同学间是非常惹人艳羡的一笔财富了 可以说 那么当时他就有一个同班同学问他借了一本 借了一本之后呢 一直不还 到五六年级要毕业的时候 还是没有还 他几次三番的去催 那个同学都耍赖 说没有看完 那么最后他实在忍不住了 盯着他要还呢 就两个孩子就在田耿间打起来了 本来两个小孩打架是非常正常的 但是这个小孩的父亲冲过来 冲过来企图 就是拿下这个孩子的皮带 就是把他裤子羞辱他 那么这个孩子 这个我就是像疯了似的 去反扰 反扑那个大人 最后那个大人给弄伤了 手上有一个伤口鲜血直流 然后这个大人就很没品的 拉着自己的孩子去到这个我的父亲那儿去告状 我的父亲是一个为了显示自己不护短 所有人到家里来告状的人 父亲的唯一的反应就是把我打一顿 这一次我是挨到天黑了才回家 回到家之后 父亲披头盖脸一顿打 这是没二话的 打完之后 父亲冲进房间 把我的一个放小人书的包袱 从房间里拿出来 然后他一本一本当着我的面 把那些小孩书小人书全部撕烂了 这个我说当时我就觉得 好像这个世界在我面前都不存在了 然后我整整有一个月的时间 见谁都不说话 我照样的上学放学 但是我就是不跟人说话 那么最后在结尾的时候 他是说有一天我放学回家 我看到爷爷 他在他的左脚边放了那一堆小人书的碎片 右脚边放了一盆酱糊 然后在他的膝盖上放着一个小木板 他再把那些小人书一本一页一页的拼凑起来 然后用线把它装定起来 当时我说了我一个月 一个月里说的唯一的两个字 我叫了一声爷爷 爷爷很慈祥的说你回家了 但是爷爷修补好的小人书 我从此以后再也没有读过 这个是这个书的前半段的整体的基调 后半段跟前面不一样 而我最喜欢的是最后一篇 因为时间的关系 没有机会跟大家讲最后一篇的内容 希望有兴趣的读者 如果买来的话 可以自己读一读 就是不再那么压抑了是吧 到后半段 对对对 这个是比较重要的信息 否则的话我们就会沉浸在这个压抑当中 这是苏彦宁给大家带来的新书 一个一个人 这是作者深复于的一部纪实散文集 来自湖南文艺出版社 以上是月光书房全部内容 音乐和广告之后 我们的节目继续进行 子爷书社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是 李尔的短篇小说秩序的调换 接下来先为大家来读预读这个小说的内容 小说不长 先来听听这个秩序的调换 到底讲什么故事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继继续 我的丈夫又叼上了烟斗 她总是这样 扁桃县一发炎 她的嘴角香烟就换成了烟斗 装烟斗的烟丝来自河南许昌 不消说那种烟丝吸起来更有劲 我常常被那种烟雾呛得直流泪 据邹亮说 用这种以毒攻毒的方式 能够把扁桃县上的农斑清理掉 当初我在黄山给她买那个核桃木烟斗时 只是想表达一下我的爱意 我可没想到她会成为她生病的标志 那天电话响起来的时候 邹亮正在往烟斗里装烟丝 我对她说 邹亮 我大致数了一下 你已经吸了七八斗了 她起身将客厅的窗户打开 说 这下总行了吧 说着她就打起了寒颤 眼下还是农冬季节 寒风从洞开的窗户吹进来 使人经不住瑟瑟发抖 她催促我去接电话 我对她说可能电话又串线了 还是让她想吧 当时我确实想到了这一点 因为最近一段时间电话经常串线 前两天邹亮接到一个电话 对方让她马上到养鸡场去一趟 说那里的鸡像是染上了鸡温 人家把她当成激情饲养员了 后来又有个人打电话 通知她去参加一个播音员的婚礼 这次邹亮给对方开了个玩笑 说那个大名鼎鼎的播音员的婚礼 她已经参加过两次了 这一次就免了 下次她肯定去 邹亮把电话挂掉后 一个人在房间里大笑起来 她把这件事给我说了一遍 然后等着我发笑 我没有笑 我不但没笑 反而又问了她一句 这有什么好笑的 我得承认 我那句话说得有点生硬 让她那样尴尬是我的错误 怎么说呢 那天的电话响起来的时候 我除了想到串线的可能之外 我当然还想到了别的可能性 春节快到了 这个时候 认识你的人都可能给你挂个电话 跟你聊聊天 给你拜个早年什么的 我虽然是这么想的 可是我拿起话筒的时候 心里还是有点不安 那个电话是邹亮的一个朋友打来的 他们早年都在几元当知青 写诗 组织过一个类似白洋电师社的诗歌小组 这个朋友刚从国外回来 说他在国外的一份中文杂志上 看到过邹亮的一篇语言学论文 邹亮和他在电话里简短交谈了几句 就说了再见 邹亮说他不愿多搭理这个人 今天信仰这个 明天皈依那个 把信仰当成婊子了 邹亮说他宁愿去拖卫生间的地板 也不愿再和那个人讨论信仰问题 就在这个时候 电话又响了 像往常一样 我要等他想过一阵之后再去接 邹亮从我身边绕过去 拾起了话筒 烟斗倾斜了一下 里面没有燃尽的烟丝突然掉了出来 落在地板阁上面 我赶紧把他们踩灭了 不用他提醒 我也知道那是谁打来的 我从邹亮的神态上可以判断出来 邹亮说了一声 是我 然后捂住话筒下端的王眼 对我说 是他 他说的是湖北方言 是他 他说的是湖北方言 我差点没听懂 他把话筒递给我 转身出去了 打电话的是我的前夫 武汉长途 武汉长途啊 是我说的第一句话 我想提醒对方应该说的简短一点 所以接下来又补充说 从武汉打过来一定很贵 我先向你问好 有什么事吗 孩子挺好的 你不必操心 他正在外头和小朋友玩沙呢 有什么事吗 我的话说的急促 他那边慢悠悠的说 有些事 但是我想跟你说一下 先向邹亮问好 他说道 我听他嗓子有点哑 怎么回事 感冒了吗 我说邹亮是感冒了 不过他身体挺好 只是由于整个冬天过于干燥 他才偶尔感冒的 接下来 前夫提到了他母亲的病 他说 他的母亲刚从兰考 看望女儿回来 下火车的时候 被人击倒在站台上 摔了个骨折 我注意到 他在谈起他的母亲的时候 省略掉了 我这个字 他说 母亲这些天 一直昏昏沉沉的 母亲躺在床上 经常 念叨起他的孙子 让我无论如何 给你打个电话 我顿时想起 那个老太太的神态 她的耳朵 早就聋掉了 可是在别人说话的时候 她喜欢侧着脸 把耳朵朝向对方 好像那样一来 她就可以听到点什么似的 我和前夫离婚的时候 他的一只眼 已经下掉了 另一只眼 刚做过白内障 摘除手术 上面还胡着纱布 我的前夫对他说 我要带儿子出趟差 他说 等你们回来 我就能看见 孙子长得有多高了 后来 我再也没有见过他 他倒 见过我儿子几次 周亮的一个朋友 在京广线上当城警 我把儿子送上火车 然后给我的前夫 打个电话 老太太就能见到孙子了 我会让你见到儿子的 我在电话中对他说 他奶奶也会见到他 他 没接我的话茬 好像他打电话来 并不是为了这件事情似的 以前 奶奶想见孙子 总是他想见儿子的借口 他又提起母亲的病 他说 武汉的一个医生对他说 郑州有一家骨科医院设备很好 想让他带母亲去一趟郑州 他对我说 既然你就在郑州 那么到时候 希望你能去一趟医院 带儿子一起去 如果你们来 我会和周亮一起去的 当然 也会带上儿子 我说 提前 跟骨科医院联系一下 那时最好不过了 春节快到了 医院的床位可能 会很紧张 我先去打听一下吧 我说 事情仿佛到此结束了 我正要说再见的时候 他突然若无其事地 说起一件事 顺便 跟你说一下 春节期间 我可能要结婚 搞一个简单的仪式就行了 不打算搞得很热闹 好了 对我说再见吧 我放下电话 才听到室外非常热闹 外面的声响 都从洞开的窗户传进来 我的儿子 正和一群小朋友 在沙堆上玩 儿子的嗓门很亮 我才想 他刚才 一定听见儿子的声音 邹亮 手端烟斗 站在沙堆旁边 看着孩子们 他的那张倦怠的脸 映现在 窗玻璃上面 着眼睛 她自然 自然 ом 睡觉之前 我邹亮儿子坐在电视机前 看王志文许晴主演的电视连续剧 《东边日出西边雨》 儿子看一会儿电视 埋头做一会儿寒假作业 邹亮扶过先锋六号干糖浆之后 高烧退成了低烧 我对着镜子做发型 我想如果邹亮提起电话一事 我就实话实说 把电话的内容全都告诉他 可是他却一直不提 好像他并不在乎此事 邹亮拿着一本书翻着 我问他看的是什么书 他捏着书瓶让我看了一下 我没有看清 但我还是很有礼貌地点点头 意思是说我知道了 我发现邹亮的目光 经常从书本跑到儿子的脸上 有时他会定睛看他几分钟 儿子长得越来越像我的前夫了 眉眼 嘴巴 鼻子 甚至头形 都越来越像 儿子的长相 对我和邹亮来说 什么时候都是一种提醒 提醒我们注意曾经有过一起失败的事件 我感到应该把下午的事跟他说一遍 即便他不问 我也应该说说 下午他打过来一个电话 我说 什么电话 那个电话 他还是我接的吗 对 就是 那个电话 他说没什么事 他只是说 他要结婚了 事件是喜事 邹亮说 他结了婚 我们也就 放心 他不结婚 你也没什么不放心的吗 好好 我换个说法 是 你放心了 我也没什么放心不放心的 他又不是找不到女人 他要找的女人 总是不会差的 这我相信 我相信你的说法 邹亮说 我们 是用开玩笑的口气 说这番话的 遇到这种事情 只能用开玩笑的口气来谈 正儿八经的谈 只能把事情弄坏 不过 电话会议的时候 也够长的啊 邹亮说着 又指了一下我的大腿 我把睡衣拉展 盖住了腿 我不知道 他怎么会注意到 我的睡衣是否盖盐 这房间里又没有别的人 谁来看我的大腿啊 我是怕你着凉 他看出我的心里 补充了一句 不知道怎么搞的 我突然说 邹亮 你别胡思乱想 我又接了一个电话 一共接了两个 那时候 你好像不在房间里 是啊 那时候我看孩子们 在沙堆和锯末里玩 他们玩得可真开心 电话是从家里打来的 从我的老家 母亲病了 家里的人说 他近期可能 要转到郑州的医院来 他们没告诉我那么多 只是 说他的腿好像跌伤了 讲完这一段之后 我把脸埋进了手掌 手心抵住自己的嘴巴 好像担心自己再说出什么话来 邹亮 许久没有吭声 过了一会儿 我感觉到他走到我的身边 那时候 我已经震静了许多 我抬起脸 问他 孩子们在玩什么游戏 怎么会那么开心 帅帅 我喊了一声儿子 告诉妈妈 下午 你们给爸爸表演什么游戏了 帅帅 继续看他的电视 对我的喊声 毫无反应 邹亮这时 催孩子去睡觉 他对我说 孩子睡了 我再来跟你说 我觉得 孩子们的游戏 很有意思 我再来跟你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一直到上床 周亮都在想方设法地抚慰我 看来我说的那段话让他吃了一惊 他肯定没有料到我会来这么一手 说实在话 我本人也没有料到我会那么讲 值得一提的是 上床之后 我和周亮都急切地把对方播光了 周亮出了一身汗 他说这比吃发汗药还顶用 感冒似乎好多了 事后我经常想 我怎么会把前夫的母亲 说成是我的母亲呢 这种移花接木算是谎言吗 我和周亮结婚的时候 我们曾约定 彼此不准说谎 要以诚相待 周亮是否对我撒过谎 我不知道 我现在知道的是 自己无意间说了谎 周亮忙着准备接待母亲 他把房间清扫了一遍 腾出一间房 说是预备着母亲住院之后 母亲出院之后 可以在这里小住几天 周亮和我的母亲还从未见过面 他早就想见到她了 在他心目中 母亲见到她 就意味着她承认她是女婿 他把这事儿看得很重 去年春节之前 周亮曾给我的母亲写过一封信 大意是说她想回武汉 向母亲问安 她和我相处得很好 是因为爱情而结合的 并不是拐走了她的女儿 她究竟还写了些什么 我不知道 我是从母亲给我的信中 得知她写信一事的 母亲的信 我没有给她看 因为母亲在信中 说了一句很不得体的话 告诉周亮 我一辈子都不想见到她 拐走别人媳妇的人 不会是只豪鸟 母亲的话我可以理解 她和我的前夫一家关系很好 两家是世交 她这样说是在情理之中的 这样的信 是不能让周亮看到的 所以我接到信 就在收发室门口 将她撕了 那是我撕掉的 唯一的一封信 我一边撕 一边在心里 祈求母亲原谅 上班的时候 我骑车往邮局跑了一趟 我想给前夫打个电话 搞清楚她的母亲 什么时候来郑州 电话一直站线 打不进去 我有一种奇怪的心理 站线吧 永远打不进去是最好的 我还想到了别的 想到之所以无法打进去 是因为我的前夫 一直在使用电话 她打电话干什么呢 是不是在通知 亲朋好友 来参加她的婚礼 那些亲朋好友 也曾是我的亲朋好友 他们属于我和前夫两个人 以前每逢周末 大家都要聚在一起 吃饭喝酒 或者到郊外钓鱼 有一次 前夫的一个大学同学 被鱼钩扯到了河里 大家都说那肯定是一条大鱼 后来才知道 鱼线缠住了的 是一只扔在河里的汽车轮胎 我还想到前夫的新娘子 她长得漂亮吗 她有着怎样的发型 银制的发夹别在哪一个部位 我把电话放下 又拿起来 后来 电话打进去了 前夫问你是谁 我说 是我是我是我 我连说了三次是我 好像担心 她听不出来我是谁 是的 我说 我想问一声 你们什么时候来郑州 去郑州 她迟疑了一会儿 说 还没有说准 可能最近几天就去 你把她送上车就行了 我在车站接她 我让前夫去找那个列车乘务员 说 那个人会在车上 说母亲会在车上 得到很好的照顾 我把那个朋友家里的电话 告诉了 告诉了前夫 并且说 即便那个朋友不在家 也不要紧 那人的妻子会跟她联系的 前天下午 邹亮去理发店 修了面 理了发 我下班回来的时候 邹亮正在给 晒晒洗澡 我回到桌前 坐下 随手翻阅着邹亮 搜集的那一大落资料和图片 那些东西 都是他托一个当医生的朋友 从骨科医院取出来的 都跟骨折有关 邹亮问母亲什么时候来 我说不知道 只有等电话通知了 晚上 我们一家人到龙海路的一家餐馆去吃饭 我毫无食欲 只吃了两块鱼 就放下了筷子 邹亮自己喝了半瓶白干 他鼓动我也喝一杯 我说 我还是喝香槟吧 我们三个人 把一瓶香槟酒 全喝光了 后来邹亮出去了一趟 我想 他大概是去厕所 帅帅吵着 回家睡觉的时候 我才感觉到 邹亮已经出去很久了 我拉着 儿子的手 走到餐馆外面 看着邹亮 渐渐从混乱的人流中分离出来 他摇着一辆残疾人坐的那种三轮车 沿着路边的台阶往这边走 车瓣上倒挂着一束玫瑰花 来到我和儿子身边的时候 他从车上跳了下来 说 我刚想起来 一周前 是我们结婚两周年的日子 他把玫瑰递给我 又说 你看 我差点把这事给忘掉 看见你喝酒 我才突然想起来 他说 那辆三轮车 是给我的母亲准备的 他等待着她的出现 然后 把她从车站送到医院 回家的路上 邹亮和帅帅 坐在三轮车上面 我在后面推着 后来 帅帅坚持让我也上去 三个人轮流坐着三轮车 往家里走 邹亮发现 三轮车前面的那个轮子的外胎 有点破损 他说 他明天就拿着发票 去商场 调换 多谢 我会来 我会来 你会来 你会来 我会来 小个人 我会来 我会来 你会来 我会来 i want my heart for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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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就是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 每个人其实生活是有秩序的 或者说我们生命当中的人 应该是有一个排序的 有些秩序是不能够随便替换 随便打乱的 我本来想到秩序的时候 总在想这些个小说不写的地方 就在我刚才那边读的时候 赫然发现了又一个调换的秩序 就是它一直是以时间顺序写的 直到最后的两段 它先写了我去邮局打电话 再说了前天和邹亮一块一家人去吃饭 对吧 对对对 这也是一个秩序的调换 好像也有点意思藏在里面的 就本来你如果把这个忽略掉的话 那就是统共就发生了这些事 到最后大家推这个轮椅回家 那个残疾人的三轮车回家 也是一个味道 现在突然点出 哦他先写 就是说先已经吃过这顿饭了 后来他又去邮局打了那么个电话 意思就会不一样哦 那么既然已经说了那么多关于秩序 咱们今天关于这篇小说的这个讨论啊 不妨就从秩序说起 除了我刚才所说的最后这两段 在时间上有一个秩序的打乱之外 生活的秩序究竟应该是怎样的 就小说而言 到底什么秩序调换过了 咱们就先从这秩序说起 问问各位嘉宾 生活的中的秩序 本来应该是什么样的 所谓的调换指的又是什么 这问题问浦韵会是挑战吗 因为我觉得 这个这个这个 浦韵不大讲究这个的吧 我觉得我不知道 我试试看说说看 好 说说看我的想法 先排一个抽来看 对的 因为我觉得就是 我自己对生活的秩序的概念 就是有轻重 比如说 因为我觉得人的精力也好 时间也好 可能都不是无限的那种 那么工作也好 做事情也好 生活也好 可能都会有一些轻重 包括 我觉得待人接物啊 或者说与人相处 都会有 我跟你更亲一些 或多为你费心一些 等等这种 所以我觉得 处理事情 我觉得他这里说的 那个秩序的调换 可能也就是他生活当中 这些小事情 待人接物的这些事情 的一些秩序调换 因为我觉得 作为一个 他已经有一个丈夫 然后有孩子 可能一个女性来说 孩子 丈夫可能是比较重要的 但是 包括他自己的 就是母亲等等 我觉得 应该开始 就是 前半部分 至少小时候让我看到 他是非常 以这个家庭 好像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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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夫啊这种生活为重的 就是我是觉得他当然撒了一个谎 就是把前夫的母亲说成了自己的母亲 以此去告诉自己现在的这种丈夫 就是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首先考虑的是他前夫的这个事情 怎么样怎么样 我要帮你处理好 我要想尽一切办法帮你处理好 然后再会考虑到 我丈夫这边是一个怎么样的情况 其实当然希望丈夫的那个 他想解决的是丈夫可能会有想法 可能会有麻烦 但我要把这个麻烦降低到最小 我觉得他是这样来考虑这个事情 所以他会无形当中下意识的就撒了这么个谎 大概是这样来看他这个知识的调换 这个现在的时间有点尴尬 如果苏彦宁两句话不能解决问题的话 就会被广告打断 要不先说开头吧 我先这样吧 我先说一下我对整部小说的一个一个 粗步的一个一个感觉 就是我觉得这篇小说是 里尔96年的作品 但是我觉得他好像有一点就是卡佛的感觉 雷蒙德卡佛的感觉 就是他给我们看了一个生活的横截面 这个横截面很短 他时间发整个事情发生的时间也大概也就两天的功夫 很短 然后就把这个主人公的好像他前一段婚姻 现在这段婚姻 他的这个心路历程也向我们展示了出来 他生活当中隐藏着的种种问题 我们都可以通过作者的一些非常细微的一些笔触 一个女主人公的联想啊 他坐在那盘一个头发啊 这些个很细微的地方都能够看出来 然后他前面夜上没说的话 我还真没发现 就是他到最后的时候 他有一个这个石阶上的一个一个一个调换 这个也是作者非常用心的一个地方 我觉得这部小时 虽然是国内当代的作品 但是让我感觉有点像 就是那个时候读雷蒙德卡佛的那个距离的那种感觉 关于这个感觉 以及关于生活中原有的秩序如何 对秩序调换的理解 我们在广告之后讨论继续 也欢迎更多的听众朋友 一起来说说你的印象 你的感觉 你认为这个调换秩序 到底是指什么秩序 发短信 发微博都可以 广告之后 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讨论继续 让我们的节目继续 听众朋友 您正在收听的是 八九九东方都市广播 相伴到黎明 紫园书社为大家介绍了一篇 很短的短篇小说 李尔的秩序的调换 刚才呢 是正说到这个秩序 生活原本应该是有秩序的 只不过这个秩序呢 从来没有被写下来 没有被规定死了 甚至于我们在日常生活里 可能 这事说起来有点神秘 我可以随机的采访一下 苏彦宁 我猜你是知道诸多秩序的 但是你能告诉我 你是怎么知道的吗 你真的曾经上过 这样的一堂课吗 哪怕是你妈妈 给你上这样的课 你曾经上过吗 没有 我相信是的 就是其实这个秩序的概念 从哪里来 笼统的说 应该是来自于家教 对 对吧 就是从我们小时候 根本不懂事的情况下 爸爸妈妈说 看到大人叫 那么到了过春节的时候 就一屋子的大人 那么这个叫这个 那个叫那个 然后有些个表现 其实是因为我们太小 是没有办法跟我们解释的 但是呢 会要求我们做出不同的反应 比如说有些家庭比较传统 他可能见到爷爷辈的人 要磕头的 就小宝宝 就小孩子的时候 要磕头的 但是你肯定不会见人就磕 对吧 就几个特殊的人 你是要磕头的 给牙签前的磕 对啊 对啊 这个 这些个看似民俗的这些东西 这个不言而喻的东西的背后 实际上呢 是有一个严格的秩序的 一个大家庭里面 这些人员的排序啊 都是非常讲究的 但是这个非常讲究呢 又是不说的 因为我们已经在不会讲话 或者说只会讲 讲外国话的 外星化 外星化的那个年龄 我们都已经头也磕过了 功也拘过了 该打招呼都打过了 等到我们下一年再长大一点 到有一天我们成为小学生了 就不用再介绍了 我们就已经知道了 那就不用再上这个课了 就是需要上课的第一年呢 因为我们语言不通 所以没有上课 等到我们语言通了的时候呢 又好像已经不必上课了 所谓的生活秩序 就是在我们差不多还不认字的时候 就已经被教导了 但是又可以说咱们长这么大 一辈子没有上过这个课 然后有一天成为父亲 成为母亲了 就有责任给下一代上课 那这个课有没有上呢 这个传承是怎么进行的呢 说起来真是很神秘啊 因为没有上过课 好像没有上过课 那么这个 到底有没有这样的一个 严格的秩序存在呢 继续来听苏远宁的话 刚才你是被广告打断了 继续来说说 你对生活中秩序的理解 以及对秩序调换的 这个看法是怎样的 我觉得就前面普云说的这个秩序的调换 我也完全可以成立 但是如果从 我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走走看 就是我觉得一般来说 我们回到这个小说上 一般来说 我们人在什么时候是 就是我们中文有一个词语 叫心如乱麻 就什么时候是最乱的呢 就是有情感纠纷的时候 在这篇小说里头 我觉得应该是在小说 发生这个故事发生之前 也就是说是在他离婚之前的 这离婚的时候 那离婚要重新结婚的这一段时间 应该是他的生活是最最纷乱的 或者说是他的心思是最活泛的 哎呀今天想想这个 明天想想那个最拿不定主意的 要安排孩子怎么样 要考虑自己情感的归属问题 而到了小说开始的时候 到了现在这个节骨眼上 应该是一切都纳入正轨 生活又像以前一样 就是非常平静的 非常有秩序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段 但是这篇小说给我的感觉是 所谓的秩序的调换 就是他在这两两个地方 就是这两个该乱的时候 他可能他没有乱 所以他所有的这个情感的这种 波折这种心 所有这种心思都被掩埋的非常妥贴 就是都被完整的掩埋起来 都被妥贴的安放好 但是这个被掩埋着的心思 他还是心思 到了该活泛的 或者说你给他一点点的机会 他就又活泛起来了 那么这个机会 我觉得就是这个 那个前夫的那个电话 就让一下子 就是就把这个土壤给掀开来 这个苗就窜上来 所以我觉得这个秩序的调换 可以也可以从这个方面来来理解 因为这个李尔其实是一个 我们可以说他是一个非常坏的作家 他有很多地方 他是他不明说 他不明着说 他都是透过一些非常小的细节 我举一个例子 就是他想到他的这个前夫 他想到就是那个前夫的新娘子 或是什么样子的时候 他提到过一句 好像是完全没有关系的话 他说他们以前一直在搞同学聚会的时候 他跟前夫去参加前夫的同学聚会的时候 有一个前夫的同学 他发生过一件事情 就是他被鱼钩 什么钩住了 钓到水里 他们都以为他钓到了是一条大鱼 就是是一条大鱼 把他弄到水里去的 结果是一个破轮胎 我觉得这个时候 就在这个钩口 想到这样的一件事情 就这样的被写出来 是非常有意味的一件事情 那么这个 我也从这些小的细节方面看到 其实这个女主人公 她在离婚的时候 她看似非常好的 安排了自己的生活 她甚至想到了怎么安抚这个婆婆 那个婆婆不是那个时候 正好是在做眼睛的一个手术吗 她就说什么出差啊 然后孙子以后 通过什么铁路上的一个朋友 还是可以带回去给她看的 什么 然后母亲虽然反对 但是我们跟母亲 是生活在不同的城市的 母亲写信 其实电话已经不是 她的第一次撒谎了 母亲写来的信 她撕掉其实是 先于这个电话的事情 那么她看似把这个生活 都安排得非常好 她都跟丈夫 然后又跟新的这个丈夫 又重新很平静地 带着儿子生活在郑州 是一个很好的新生活的开始 但是在小说快要结束的时候 我们可以想象 挨下去的日子 那叫一个乱呢 这个应该 到底应该怎么收场 让我们读者都替这个女主人公担心 就是为了把所有的餐盘一次性砸破 该堆的那些东西 她已经堆出一个模样来了 接下来就 就看第一个 哪里是最脆弱的地方 一旦一个地方漏洞出现 那整个这个就 这让我想起小时候 还是在看读者的年代 看到过的一幅漫画 就是两个很小的小不点 说我帮妈妈收拾房间 就对了这么一个 结果爸爸妈妈看着 无从下手 这个画面留给我印象太深刻了 这是苏远宁所看到的 就是小说没写的地方 小说所说的这些事情 发生之前和之后 都可以看到很多很多的内容 而所谓的生活秩序呢 应该是连带之前之后 有一个通盘 而且我想再次强调一下 我的认知啊 不知道对不对 我觉得其实这个生活的秩序啊 应该是相对稳定的 就是你可以生活里头有不如意 比如说离婚就是不如意 在小说里称之为失败 一个失败的事件 生活当中有起起落落 有各种不如意的情况 不得已的情况 但是秩序本身应该是不变的 如果秩序本身有了变化 那表面的所有文章都没有用 这个怎么做都不对了 那么现在苏远宁是看到小说前 看到小说后 然后来讲这个乱和不乱的状况 听听书一聊有没有什么补充 你是怎么来看待秩序这个问题的 那个我蛮同意 苏远宁的这个说法的 就是这篇小说看上去很有那种 卡佛那种味道 就是他给生活来了一个 在这个时候 就是在这个时间点上 他有一个切面 然后你会发现 这小说主人公当中 那个女主人公 她的生活 就是我没明白 他为什么叫秩序的调换 我更多的觉得是叫秩序的混乱 可能更好一点 那个 还有这部小说我也注意到了 他写作的年份呢 李尔写于1996年2月在郑州 1996年 现在大概有178年了 现在我们来说 这个状况 就是小说作品里边 这些人物的生活状况 似乎更容易接受一些 就是在我们现在 当下的这个社会当中 离婚率越来越高 二婚三婚好像也很正常 经常听得到 甚至我反正听到过 有关于什么二婚闪婚 这种事情都有 然后这边带着孩子 那边怎么样 就是各种各样状况都有 现在我们都比较容易 接受这件事情了 但是你想一想 我不知道就是这篇小说 对就是说年纪轻的听众朋友们 会不会有这种冲击和感受 就是在那个年代 在九几年的时候 离婚率开始 刚刚开始上升 就是我们生活 就是有各种各样的 新的元素加进来了 由于经济的变化 人已经开始 就是随着经济波动 他有一种新的社会生活开始了 所谓的新的社会生活是什么呢 就是越来越多新的元素 进入你的生活当中 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感觉 然后人们开始打破 原来的生活那种状态 他们觉得有更多的选择 有更多的机会 站在之前 人更多的是被捆绑在一个地方的 比方说我在这个地方生活 很少会流动到另外一个城市去 你用这种思路 你去看这部小说生活当主人公 他其实因为离完婚以后 这个女主人公离完婚以后 他换了一个城市生活 他不在原来的城市了 这件事情在现在来说比较普遍 而在当时这种状况比较少 所以苏燕宁说的是 好像他在这之前没有什么混乱过 或者说他把矛盾就是后制了 但是我更多的觉得就是 他当年这个小说主人公 给我那种感觉 男女主人公 这个邹亮也好 这个女主人公也好 其实他们当年为了 怎么说呢 为了 为了走到今天 为了走到现在这个地步 为了离婚 为了重新重组家庭 他们其实付出代价的 他们换了一个城市生活 把孩子都带出来了 远离自己原来的那个生活圈子 其实说到底是这样 这个横截面你看上去 是这样的一团乱马 前面绝对不能风平浪静 前面也一对乱马 他们只是采取了 当时他们想得到的最简单的 最方便 最快捷的处理方式 就是一刀斩乱马斩下去 好像从那个地方脱身出来 就离开了那边 什么事情 就是隔了一段距离 好处理 好解决 但是所谓的好处理 好解决 也仅仅停留在 可操作层面的 情感上的那种 那种混乱 相互之间的那种 情绪的难以调整 其实不那么容易 随着你离开原来的 那个生活圈子 随着你离开原来那个熟悉的城市 而被 就是说简单的 就是处理完 现在的生活 这篇作品当中 主人公的现在的生活 其实是原来生活的延续 至于他将来会不会一团乱 我不知道 反正我觉得呢 就是一团乱马 理啊理啊理啊理 他不是不相理 但是他那穿线头的方式 总而言之 决定了 他就是从混乱当中来 现在也是混乱 将来我觉得可能更混乱 有这么回事 天哪 就是我们现在 我不知道 更多的人 我打交道当中 不少人会 会也面临这样的状况 但是对他们来说 他们最好处理的 其实相对来说 是一个心态上处理 他们更容易接受 一个简单的处理方式 就是在心态上 把这件事情完整的扔开 我不考虑那么多 管他呢 随他去 那么碰到的问题是什么 人情冷漠 会碰到这种状况 还有相互之间的感情 违纪的感情的 这种纽带上的一个失落 包括夫妻之间的感情 也会有问题 在这篇作品当中 我们会看到 作品主人公 这个女主人公也好 那个 现在的丈夫 周亮也好 其实他们很 从内心当中 很讲究 这种情感的寄托和依托的 周亮一直试图希望争取到 这个没有见过面的 这个女主人公的 这个母亲的认可 从来没有见过面 你就是在那个时候 九几年 你很少有这种机会 你能想象 就是你跟那个人的 丈母娘 从来没见过面 然后你们就结婚了 这件事情 在现在不稀奇 我觉得这种事情 好像很正常 这现在不稀奇吗 这个我昨天正好 刚刚在节目里 说过一句话 这是感慨于我 收到的听众来信 我就说我们 失落传统 当成了一个 大家普遍 接受的现状以后 的确容易会 出现这样的情况 而书一辽 刚才这句话 我认为就是 接受了失落传统 这个基本事实 今天的人 的确有 比十年以前 比就是东边日出 西边雨的年代 更疏离的 家庭成员关系 这个跟十年前 没办法比 就当年还更 更牢固一点 更紧密一点 今天更松散了 苏月您问出 这个问题 至少说明一点 它和家里的 关系很好 这是一个 传统节日 刚过的时间 我们来读一篇 短短的小说 但是小说 因为其内涵丰富 好像还颇有脚头 可以去寻找 更多的内容 来品评 广告之后 我们的讨论继续 欢迎收听 并参与我们的讨论 让我们的节目继续 您正在收听的是 899东方都市广播 相伴到黎明 紫叶书社 为大家介绍的是 里尔的短篇小说 秩序的调换 刚才呢 我们说到了 小说当中的 一个核心词 秩序 说到这种 生活中的秩序啊 是一个无形的存在 照理呢 我们每一个人 都需要它 所以我们每个人 都应该懂得 但又因为 它是一种 无形的存在 甚至于我们 这些个 认为自己 比较清楚的人 也没有办法 说清楚 这个 这个对于 秩序的概念 究竟是从哪里来的 只能够说 生活本身 就是一堂 很重要的课 你必须是一个 专心的好学生 那么你可以学到 这些有用的 甚至可以说 是最重要的东西 否则呢 一旦错过了 最早的那个 基础教育呢 可能这辈子要弥补 就非常困难了 因为像 秩序这种东西 有一点点像 大厦的地基 就在我们很小的时候 我们应该已经知道 原来房子的下面 是有地基的啊 而如果 那时候 这个基础没有打好 或者说地基里面 是有点问题的 甚至没有打 这个地基的话 长大了 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 我们大家做的事情 差不多 就是盖房子 等到房子 已经盖出一个 大模样来了 回过头去说 其实问题在地基 这事可就麻烦大了 说完这个秩序以后呢 我们来说 作品当中显露出来的 第二个核心词 就是谎言 刚才其实苏燕宁说到过 小说作者 这个五 不是作者 这个主人公我啊 他认为他去假称前夫的母亲 为自己的母亲 是对约好了 彼此间不撒谎的丈夫 撒的第一个谎 而苏燕宁指出 这是撒的第二个谎 至少是第二个 对吧 只不过他并不认为 那个 那个是个谎言 那么一旦有这个 口子一开呢 这事就坏了 就属于 这个水已经污染了 你很难再讲 哪一个水 水段就更干净了 那不管 我们回到这个 小说语境当中 来看看这个谎言 主人公呢 说这是一个 无意当中撒的谎 因为他的思想已经被污染了 对吧 他已经不知道这是第几个谎言了 那么可见他所说的这个无意当中撒谎 这个判断可能也有点问题 关于这个谎言 我们主人公提供了一个判断 问问在座的各位 你们怎么看 你们是如何来判断他的这个谎言的 你认为这是一种预谋 还是你也觉得你你相信他 真的这是无意识的 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会 讲出一句话来自己吓一跳 哎我怎么会这样讲的 真是 那是怎么说的 老婆出来看月亮 就这种无意识的讲的话 到底这个谎言如何判断 我们听听蒲韵的 我觉得我读下来 我觉得这个女主人公 就是他撒这个谎 我不觉得意外 就是我可能更倾向于他 好像是必然会发生这样的一件事情的 因为首先就是 他跟他丈夫之间的关系 我觉得是很奇怪的 就是 他会考虑说我这件事情 我要怎么去跟丈夫来沟通 然后丈夫说 他说啊他结婚了 我们都放心了 这个是个 我是觉得是个很奇怪的事情 就是 奇怪的意思是 你理解还是不理解 我觉得这不正常 就是这不像是 就是夫妻 丈夫跟妻子之间说的 不正常的意思是 你理解还是不理解 就是你知道你理解或者不理解 你都可以说奇怪或者不正常 你所说的奇怪或者不正常 你理解这是什么造成的吗 我觉得他们彼此是 就是肯定有欺瞒的存在 他才会说 放心 或是这样的一个 一个话 包括他们会约定 就是我们要以臣相待 这个约定在我看来也是 就是也是一个不正常的现象 因为就像朋友跟朋友很熟会怎么样 就说 要跟他约定说 我们要以臣相待 这个是不需要约定的事情去约定 我就觉得是不正常 而且会造成之后的种种矛盾 然后 所以就是 他也会不停的说 说你不要胡思乱想 其实我 我就是接电话 就是告诉你这么一个事情 在这个当中 就是他本身是有矛盾的 看似好像 我是为你想 所以我不告诉你 或是怎么样 那么你认为 他们彼此间是 相互欺瞒的这种关系 就是站在你的这个角度来理解的话 你能不能告诉我 他们为什么要结婚啊 我觉得 他说是相爱 也就是说 你的确不理解 对吗 也就是说 你无论如何都想不出来 他们为什么要结婚 因为他们说 他们相爱 你是不承认的 是这意思吧 所以对你来说 这两个人 不应该在一起的 或者说是不能在一起的 因为他们又是相互欺瞒 又是无需约定 而约定等等 你就是这样来看待他们的 所以你也证明了 你刚才所用的这些词 他们很奇怪 他们很什么 是基于你对他们的这些表现的不理解 就你没有办法理解这样的人 是这意思吧 我们来听听 苏妍宁和苏妍聊的 你们两位 我先问一句 你们能理解吗 这样的人 我觉得我 我可以理解 你不赞同 但是你理解 对吧 这跟赞同没法 就是 而浦韵呢 你更多的是在不赞同 对吧 你觉得这是不对的 这个很重要 这是不对的 但是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呢 你是不知道的 很好 我们来听听苏妍宁的 他们到底是为什么这样呢 你也不赞同 对吧 然后浦韵非常强调了不赞同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说说 这样的人 蛮多的 对吧 所以 我们除了坚决反对之外 我们必须要说一说 他们到底是在干什么 我们在反对的究竟是什么东西 他们的身上表现出很多人之常情的 那么这个人之常情也就意味着不可避免 所以仅仅靠浦韵的坚决反对是不够的 我们需要去理解一下 来听听苏妍宁的分析 我觉得所谓的这个人之常情就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就是我首先我觉得就是这个女主人公她肯定不是预谋的 就是她不是想想明白了 我要欺骗你 她才讲这个话的 但是我觉得她也不是无中生有的 就是这个谎言本身不是无中生有的 她是就是按照女主人公的这个 就是思维逻辑 这个逻辑一路走下来是走得通的 就是她就是 我们上海人说 哎呦不要伪了 就这样就过得去就可以了 就这件事情我如果能够撒个谎 我一封信我撕掉 我不要家里有有有发生矛盾就可以了 我觉得是按照这样的一个思维定时来解决问题 就是因为这一个呃呃前夫打来的这个电话 她不是来仅仅是来通知一件事情这么简单 她后面有一系列的问题是要这个责令这个女主人公来处理的 要做事情的 对的而且所以这个后面是引发了一连串的这个事情 她做手术去医院陪啊什么 然后还要接回来照顾啊什么 这是非常麻烦的一件事情 我觉得就是如果是自己母亲那也算 如果是前夫的母亲 我真的觉得这个事情是非常尴尬的 所以这个 你能理解为什么她这样做吗 你说哪个人 就是这个丈夫 这样的麻烦事为什么这个女的愿意干 呃因为她觉得对前夫有亏欠 或者说 因为在小说当中有一句话 就是那个女主人公的母亲 对的 拐走别人 对的 拐走别人的媳妇 媳妇的人 就说明错不在 就是出轨的人不是丈夫 对对对 那么也就是说一旦心里有了这个亏欠呢 这事就很难拒绝 嗯对 如果心里是没有亏欠的呢 女的很坏 对吧 如果心里有了亏欠 依然是我结婚了 你是前夫 我不管 那么这个女的也很坏 但是这个人要坏到那么彻底比较难 这就是我刚才所说的人之常情的部分 嗯 别这么看着我普遇 你能理解吗 我又问了 我一直在想 他如果按照苏雁明说法说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他这样做 就多很多事情来要 所以我就说里面有一个人之常情在起作用 你要知道即便这个女的会有外遇 这也不意味着他根本就不会害羞 这两件事情是可以同时存在的 他是觉得自己发现爱情了 你可以唾弃他 你可以觉得他是发神经病 但是他是觉得自己发现爱情了 然后呢 然后他做的这件事情 其实他的这个爱情的确有一点点问题 因为如果没有问题 亏欠就不会那么多 亏欠不那么多 后头这件麻烦事就不用做那么多 现在他来面对这位母亲的态度 恰恰就是因为有前因 变成了不是我现在来面对的母亲 而是早就有了前因 今天这个果子落到我手上了 是推不掉的果子 换句话说 为什么这个人还会再结婚 再说的明白一点 为什么这样的一个人还是有人爱他 他必定有他不坏的地方 一个老太太 耳朵已经聋掉了 眼睛也已经不好使了 现在腿断了 你准备怎么样 你准备帮他吗 你准备笑着拒绝 我不管 你这样的人还会有人爱吗 应该不会了 而他毕竟还 虽然他把生活搞得一团糟 但是他还是有家 他还是有孩子 看他们一家三口去吃饭 那个样子 轮流坐那个车 这个家庭成员间的关系 还是比较好 而且除了亏欠之外 我觉得这个女主人公 还会想到一层 这个老人毕竟是孩子的奶奶 对啊 这些 这就是我刚才所说的人之常情的部分 你不能够一棍子把他打死 这个水里有孩子 泼出去的时候 小心 这个 苏彦宁 我换你一个词 你刚才说到 他这个念头啊 不是无中生有 我换你一个词 他这个念头 应该不是空穴来风 空穴无有趣 对对对 对吧 他还是有点前因的 那么走到这一步呢 就变成了 就是他觉得自己有这个责任 他要去帮一个老人 但问题是我认为 帮一个老人 帮一个这么需要帮助的老人 这事儿 说出来应该没关系啊 对啊 这个说到浦云心里去了 但是 但是 他却没办法说 为什么 因为这个老人 因为这个老人是前夫的母亲 如果按照 就是如果这个 这个丈夫 就这个 如果这是咱们居委会有个老人 那就好办了 是吧 因为按照现在的这个丈夫的这个逻辑 前夫的这个母亲 你 他 他儿子为什么不管 他现在要结婚了 他新结婚的媳妇 为什么不管 为什么要你来管 你为什么愿意去管 你同意吗 这个想法 我觉得 一旦这个话说出口 你没说的时候 浦云心里没有 你这话一说出口 他哪儿狂点头 绝对是 对啊 对啊 应该有另外的人管 我觉得这个 这个是 这个丈夫有点吃醋 就是说 因为他们不是相爱的吗 有 相爱怎么说 还那么暧昧啊 现在这情况是这样的 我跟收音机旁听众朋友报告一下 浦云在那儿狂点头 舒云聊在那儿狂摇头 这是否意味着 这是否因为两人一男一女的关系 所以反应不同 舒云聊在摇什么头 那个说法上呢 我觉得都说的 就是蛮说的通的 而且我觉得 苏云英的想法也是蛮好的 但是这里边 其实是藏了很多很多的问题 这个问题其实来源 也很简单 说起来很简单 就是我们看这个故事当中呢 很容易就想到一个 一直说的词 就所谓的善意的谎言 就是我们常常说 在这种情况下 你不能说真话 因为一旦说了真话以后呢 就是 就是牵连着真话 背后会有一系列的问题 他需要你去解决的 打住 浦云又为什么点头 你意思是 你也愿意撒点善意的谎言 不愿意 这是我非常不愿意做的事情 为什么呢 那很简单呀 你如果直说呢 这个是前夫的打来的电话 他的妈妈脚摔断了 然后丈夫就是前面 苏云英说法 他为什么不管 儿子为什么不管 媳妇为什么不管 他结婚了 为什么不管 简单吗 你回答我呀 说到底是这样的 浦云能回答吗 我 不 浦云是从一开始就拒绝 对吧 就跟前夫说 这是你妈 不关我事 是这意思吗 能做到吗 能做到吗 如果说 人之常情的话 我刚刚一开始就不会出 但是我不会 我害 谁说的 太平衡了 那个不要乱 不要乱 你前面讲了一个 浦云前面讲了一个 很 就是很 很 很常用的词 说人之常情 对吧 我前面用的词也很常用 叫善意的谎言 其实这两个词就解释了这篇小说 为什么会被李尔写下来 就决定了我们读他的时候 就会觉得看上去这个生活的横界面 在这一段当中 其实前面后面都都很乱 就是无数的事件已经发生 无数的事件即将发生 或者即将等待去处理 所有的推脱责任的话 这两个词常用 我是善意的呀 没有办法呀 那么说一个谎呀 还有人之常情呀 怎么办了 如果我不说谎怎么办了 你教我个办法呀 说到底就这样 其实说到底 这个人之常情 后面有一个词 这个词呢 不大好听 就是偷懒 他们会觉得面对一个问题 如果你认认真真地对待他 仔仔细细的一件事一件事去解决 这件事情太麻烦了 那么怎么办 用一个最简单的方式去解决吧 或者说用一个相对简单的 我马上能想得到的 就是说简略的方式 简化版的方式去解决 不要去解那么复杂的题目 我们把它简化掉 除掉那么多麻烦 什么前夫的母亲 直接母亲 然后呢 问题 他吃简化了呀 然后看去周亮是很高兴 这个丈夫是很高兴 为什么 周亮心里是另外一本账 这本账 也是一团复杂的乱麻当中 他突然之间看到了一个简单解决的方式 所以每个人都试图简化复杂问题 去简单去做 但是我们看看这个结果 看看这个未来能简化得了吗 就是真的简化了呢 还是更复杂了 更多分析 我们在广告之后继续进行 我们在买过之后 我们的节目已经接近尾声 我们来说说 刚才我们是说到谎言 一旦这件事情是一个谎言 我觉得再怎么样去分析它 很难把一个谎言说成是实话了 这个有一个性质的不同 所以再进一步分析 我以为也不必了 因为再说下去 人之常情说的太多 就是一副原谅接受的姿态 这也是我们跟我们的真实想法并不吻合的 尽管我们不像普韵那样反对 但是总的来说我们还是反对的 反对方式有点不同 抓紧最后的节目时间 我想要再跟大家一起来探讨一个问题 也是蛮重要的 就是刚才我们都在说 很具体的小说的情节 最后我希望大家能够跳开小说的具体内容来说说对整部作品的理解 或者说作者之所以写了这样的一个故事给我们看 它的主旨何在 各位怎么样理解的 普韵除了反对以外还有别的想法吗 就是想到了就像你刚才说的这个这个 考虑不周或者是生活一团乱 关系很奇怪 这些都是你所反对的 除了你看到了一堆你认为不好的这个这个生活态度啊 处理问题的方式啊之外 你还看到别的吗 就小说当中 我觉得就是 怎么说呢 就是说 我还是觉得他们有 如果说善意的谎言 善意的谎言 他一定要去找一个点的话 就是他的本意还是友善的 就是不管说这个女的我们我其实是很反对他这个做法的 但是我相信他的那个那个出发点可能他没有想到那么多 或者说前前后后已经这个局放在他面前了 他没有办法去处理好 但是他的出发点还是希望把他弄好的 咦刚才是通盘反对现在是全盘接受 好奇怪的苦韵哦 你继续想一想 我们来听听苏远您的 我觉得就是走出这个小说故事的本身 我想讲的是一个走捷径的一个思路 就是说他们不是想避免避免麻烦吗 然后就就用了一个看似能够简化问题的方法来走捷径 我们现在好像这样的这样的一种思路已经成为思维定式了 你通常能够在书店里面看到什么 十分钟学会炒股啊 什么什么五十天让你什么英语口语达到什么什么水平啊 这种这样的这些书好像就放在畅销书的最明显的最最显眼的位置 这些都是跟这个其实是跟这个小说的里面的主人公一都有同样的一个出发点 就是希望走捷径 因为生活如此麻烦 因为生活当中这种错综复杂的关系 或者说我们要掌握的技能如此之多 那怎么办呢 我就最好是能够找一条捷径 凡是有这样的思路的人都不是好学生 就是说会想到有什么吃一粒药 我就可以能够做出所有的数学题目 这样的学生通常都是学习成绩不好的 所以在生活当中如果你持有走捷径这种想法的人 你怀揣着这样的一种想法去过日子的人 你的生活通常会是一团乱麻 而且你会发现你有了一团乱麻之后 你再想用一个简化的方法去整理这一团乱麻 然后你的生活就会变成 两团乱麻 无数团乱麻 所以就到最后就会变得就不可收拾 所以我更多的是致力于这样的一种思维本身 而我觉得这种思维又是非常普遍的 书月亮怎么看 其实书月亮已经把这个作品的 他主要想说的最重要的一点说掉了 严重同意的意思 我就来讲关于前面 我自己说那个善意的谎言那件事情 我在很小的时候那时候就看过一本书 那时候一个作家就在上面写到说 很多人都觉得说谎是一件能帮你解决问题的方式 或者说善意的谎言 或者说本着善意 本着做好事 本着把一件事情尽快解决的目的去撒一个谎 不是出于恶意去撒一个谎 似乎是一个值得原谅的错误 但是这个问题是非常严重的 谎言就是谎言 一个谎言一旦撒出去以后 你为了圆这个谎你需要无数的谎言 去掩盖这个谎言 那就变成一个滚雪球的游戏 对所以如果有一句话说九甲不归 就是你一直说谎一直说谎 到最后你就真不回来了 那个就是一个滚雪球的一个游戏 然后他需要你撒谎填补空当的那些填补 这前面一个谎言被拆穿的可能性的 就是你会付出更大的代价 这就是我们有时候常常会犯的一个错误 就是我觉得好像用一个简略的方式去解决一个问题 似乎是能直指目标或者是直接解决问题 但是他背后蕴藏着一个一个一般人不注意到的一个一个一个问题 就是他其实要求你付出的成本往往比你想象的大得多 甚至于大到你无法计算 因为这个世界的运算方式 或者说这个世界接受这个运转的一个一个一个流程 不是按你想象去做的 如果那么简单 有你的计算 简单的计算 一加一等于二就能解决一个问题 世界就不会那么复杂了 事情就不会那么难处理的 往往我们就是为了为难 为了解决问题 简单一点 想去按照孙玲年讲法走捷径 一旦走了捷径 你知道走捷径不是那么容易的 如果是容易的话 就无数人去走捷径了 那么这就不是捷径 捷径就不成为捷径 这个捷径就是大道 就是康庄大道 为什么要去走那些大的路 走那些无数人已经走过的 事实证明是走通的路 就是因为捷径存在无数的麻烦 不是你有能力能走的 你有能力 你就不是现在这个状态 你就不会把你的生活过程那么乱 任何事情还是简单一点 或者说还是真实一点的过生活 处理问题 用最简单的方式去做 用最真实的方式去做 就像这篇作品当中 主人公 他生活过程现在这个样子 一定前面有无数的麻烦 他试图做跳棋 试图做跳跃 但是事实证明 跳棋的问题就在于 你后面有无数的艰难险关要跳 跳到最后 你甚至于可能 对 甚至你跳到最后 可能就是跳到绝路 你再跳不过去能力有限 我们现在小说当中 我看的只是小说 但是我切实看到生活当中 无数的人试图走跳棋的方式 来过他们的日子 看上去过得胆战心情 好像还能维持 然后每次都说 哎呀运气好 我又避过了 真的是运气好吗 真的这条路指向的是 你从此能把这件事情 一劳永逸的解决吗 还是认认真真的回到源头 去把源头的这些 该补的漏洞补掉 该做的事情做掉 然后你才能说 我从此以后 我住的这间房间 建在一个没有漏洞的 安全的地基上 这才是最安稳的 天天晚上睡得着觉 这个事情 大家可以去选 有觉得我有能力 我没问题 武功超强 这种捷径我超 超过去以后 不行的话 凭我深厚的内力 去解决这些问题 试试看 没问题 我觉得就即便是有能力 也是不行的 我记得我以前看过一篇 好像还是明家写的散文 说是他儿子提了一个问题 说孙悟空既然有那么大的本事 可以什么金斗云就上七天 为什么要陪着唐僧 那么走的那么慢 这个孙悟空真可怜 然后做父亲的就认为 儿子真聪明 他想到了问题的根本 这个孙悟记 这个小说是有漏洞的 然后我觉得 多年前我在新明晚报上 看到的这篇文章 我记得好像是 这个父亲 好像是作者蛮有名的 对对的 是蛮有名的 我觉得这个其实是 一脉相承的 跟我们所谓的就是走捷径 是你居然有能力 走捷径居然不走 这个是不可原谅的 这个很短的一篇小说 秩序的调换 而且通篇没有说到秩序这个词 但是最后呢 却让我们看到一个 无论如何都理不了的一个乱麻 这也是李尔厉害的地方 我不知道更多的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 可以从小说里看到什么 苏远宁呢 是看到了走捷径这个思路 要不得 而书远宁呢 是说谎言 其实也是相当于走捷径 这个 这不仅仅是指思路啦 而且是一个 一个操作方法吧 对吧 这个处理事物的好像一个 我们现在不是都很讲究 所谓的执行力吗 就是很有执行力的一个方法 或者 这个方法却不可以 最简单的说法就是 常常就是说 这件事情可以投机取巧嘛 问题投机这件事情 现在好像很多人都不把这个事情 当成一个贬义词 不把这个词当成一个贬义词了 觉得这是一种成功术 那你就陷入了 另外一个怪权 就是你只会投机的话 投机不是那么容易的 或者说投机本身就是一个风险 很大的事情 它背后有一个巨大的风险在那边 我们只看到了机 更多的时候 没有看到后面 蕴藏着无数的巨大的风险 所以有人才顶而走险 我呢 是想到了小说里头 没有说过的 没有写过的一句大话 就是所有走捷径的人 所有这个明明知道自己在撒谎 但是却可以 觉得自己有理由继续撒谎的人 会对自己讲的一句话 确切的说是一个句式 就是我只要什么什么 我相信那个人离婚的时候 他会说我只要和这个 我爱的人在一起 但是在一起以后呢 实际上妈妈不能够承认他 还是蛮遗憾的 而对方呢 我相信从别人的家里 要把一个媳妇拐出来的时候呢 也是这样 我只要和我爱的女人在一起 但是过后呢 他会发现 其实世界不是两个单独的个体 在一起就构成了 而是实际上有非常复杂的 这个组成部分 都撇不清的 包括像小说里头 还给我们设置了一个情况 是他和这个主人公和前夫 是属于青梅竹马 但两家是世交 如果你在生活里头 不要说这种世交了 你生活里头 像普通的你 你结个婚的话 那彼此还是有一点点交集的 双方的这个亲朋好友 还是有一点点交集 更何况这样 就是说当一个人 从自己的完整的世界里 走出来的时候 他会对自己撒的那句谎 就叫做 我只要什么就够了 而实际上只要什么 永远不可能是够了的 好 今天的节目呢 咱们就聊到这了 下周的同一时间 我们一起来聊聊电影 了不起的Gatsby 这个是因为在我 从这个旅行回来以后 就不停地有人跟我说起 说Gatsby Gatsby 那么现在相信收音机旁 很多人都已经看过了 那么下周的同一时间 所有看过电影Gatsby的朋友们 大家一起来聊聊 你对这部影片的看法 当然因为它是有原作的 我们肯定也会说说小说 说说这个作者 费斯吉拉德 本次节目到此结束 感谢您的收听和参与 谢谢各位嘉宾 祝听众朋友晚安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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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